OK 同学们 我是你们的王老师 那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 关于伤把舞的基本概念 OK 首先我们在伤把舞里面 那大家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的脚踝非常重要 脚踝其次才是我们的膝盖 那么我要在伤把舞里面 我要看到什么 我要看到一个概念叫 Lendy Hope Lendy Lendy的这个技术技巧 像飞机降落地板 所以你的脚踝必须接触地板的时候是 OK 仔细看 比如说我做一个向前的一个 这个过程你要有控制力 而不是 短 短 短 OK 所以说伤把的基本概念不在膝盖 OK 不在膝盖 1 2 3 4 你看你这样子你就没有这个伤把的动力 而是在我们的脚踝 而膝盖 只是让我们移动的时候更加的顺畅 发力感更加好 比如说我们向前的基本步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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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让我的移动更加的快速 OK 而不是 蹲蹲蹲蹲蹲 蹲这么低 你这样其实很重 整个人 会显得非常的heavy OK 所以 大部分的感受应该放在脚踝上 脚踝接触地板 脚踝接触地板 再去找到你的后侧的这个肌群 明白 所以膝盖千万不要主动往下降 而是被动的 OK 被动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伤把的整个重量大部分应该在前脚踏 但但是不要这样 只有头或者只有身体应该是整体在前脚踏 OK 所以我一定要看到你们所有的弱是软着陆 注意软着陆 比如说我们做 whisk 软着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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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我要看到这个软着陆 脚踝是有控制 而不是 当 当 бан 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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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哈哈哈 脚没有任何的控制 我要看到脚踝 是 是我们刚刚说的LANDY 所以我们接触地板的顺序是 先产生膝盖 先有膝盖再是脚踝 而不是先是脚踝再是膝盖 先是膝盖脚踝 弯膝盖再是脚踝 这样子让你的伤把 会更加有控制和特性 才会有伤把的这个rhythm OK 只是让我往前驱动的时候 更加的顺畅 OK 那么这节关于伤把的基础概念 给到大家 OK 大家回去想一想 好下课